好,我们现在来定义函数什么时候是可微的 这就是我们权微分的定义 跟这个相关的,我们是权微分 我们用英文讲 Total Differential 权微分和线性近似 我们在一元函数里面 我们说一个函数是可微的 是它等价于函数是函数的导数存在 那么一个函数的微分 就是它的导数乘上dx 这是函数的微分 那么在二元函数里面 我们怎么样去定义它是可微的 那我们首先我们给出这样的定义 我们说z等于fxy我们先说二元函数 我们说它是differential 在某个点x0 它的定义是我们函数的增量 就是delta z 可以写成是a乘上delta x 再加上b乘上delta y a和b都是常数 再加上一个r的高阶无穷小 这个r是等于根号下 delta x的平方加上delta y的平方 或者我们是这样子写 delta z就是fx加上delta x 这是y加上delta y 我们说在这一点吧 x0 y0 那么再减去fx0 y0 这是函数的增量 它可以写成一个常数乘上delta x 再加上一个常数乘上delta y 再加上一个高阶的无穷小 这个or的定义是delta x 去近0 delta y去近0的时候 这个更好下 delta x的平方 再加上delta y的平方 这是等于0 也就是说当delta x delta y去近0的时候 这个 这个rho 这个orho这个部分 它趋近于0的速度 趋近于0的速度 比delta x 或者比rho的趋近于0的速度 趋近于0的速度更快 这是我们函数可谓的定义 就是说函数的增量 可以写成自变量增量的线性函数 再加上高阶的无穷小 这是我们的定义 可谓的定义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一个函数可谓 它应该有些什么条件 我们先看一个函数可谓的一个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如果fx y是differential 它在某个点 是在某个点可谓 那么它的一个第一个必要条件 是fx y首先是continuous的 它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它函数必须在这一点是连续的 这个这个跟我们一元函数是一样的 我们一元函数说 函数如果在一点可谓 那么它一定在这一点处是连续的 但反过来不对啊 我们说函数如果在这一点连续 它不一定可谓 我们可以看 呃 例如说 这个 绝对值函数 它在零点处 在零内点 它是可谓 它是连续 但是不是可谓 这是第一个是 如果说它是differential 就是differential 那它在这一点是可谓的 那它一定是连续的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a是 关于x的偏导数 在这一点处关于x的偏导数 b等于 分y的偏导数 那么有了这样的定义以后 那有了这个定义以后 那我们 那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 去定义权为分 当这个证明不 这个证明不来 好 那么 我们首先 我们说它是fx 我也是 differential 它在这一点可以 呃 是可谓的 那我们fx的定义 加上dx y0加上data y 等于a乘上dx加上b乘上data y 再加上data y 再加上data y 再加上data x 这也是加上data x 这个是fx的 外力 那我们两边求 两边求极限 两边求极限 Δx去击0,Δy去击0 这是A乘上Δx加上B乘上Δy 再加上O rho 再加上Fx0 当Δx,Δy都去击0的时候 Δρ肯定去击0 所以这个肯定是没问题 所以说这个Fx,Y是Continuous的 因为是在这一点的极限值的击数值 所以它在这一点是连续的 那么另外,我们把两边同 另外我们令Δy等于0和Δx去击0 那我们就是Fx0加上Δx 这是Y0减去Fx0,Y0 这应该是等于AΔx加上OΔx 那我们两边除以Δx 两边除以Δx,这就是Fx0加上Δx 这是Y减去Fx0,Y0除以Δx 这是LimitΔx去击0 那就是AΔx加上OΔx 那这里是Δx 那这边是等于A 右边 左边就是F关于X的偏导数 在这一点的偏导数 右边就是等于A 左边就是等于这一点的偏导数 所以我们得到A就是 在这一点处的关于X的偏导数 B就同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令Δx去击0 Δx等于令Δy去击0 我们得到B等于关于Y的偏导数 这是我们的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 首先是连续 你要在这一点处是可V的话 首先必须它是连续的 然后它的两个系数正好是两个偏导数 那我们就根据这个定理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Total Differential 定义一个函数的权位分 DZ或者叫做DF 我们等于偏F偏X乘上DX 加上偏F偏Y乘上DY 这是权位分的定义 好 那我们有另外一个定理 什么时候它是可V的 这是一个充分条件 这个定理是说如果偏F偏X和偏F偏Y 是这两个一阶的偏导数 它是Continuous的 在某个区域上它是连续的 那我们就得到FXY是Differential 如果一阶偏导数都是在这个区域上是连续的 那么函数是可V的 而如果这个函数是可V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一些点的地方 可以求得出它的一些近似值 用跟我们一元函数一样 叫做线性近似 这个定理我们不去证明 它用到的东西稍微复杂一点 当然也不是说我们不能理解 我们不去 我们在这里我们不 我们不去证明它 那有了这个我们权位分的定义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求得出函数的近似值 也就是说 fx0加上Δx 这是y0加上Δy 可以近似的用fx0y0 加上关于x的偏导数 在这一点处取值 再乘上Δx 再加上在y的偏导数 在这一点取值 然后再乘上Δy 因为剩下的部分是高阶无穷小 当然说 这个近似值 它的近似程度跟ΔxΔy有关 ΔxΔy越小 那么近似的程度越好 好 我们 我们有了这个定义和这个权位分的定义和相关的定义以后 我们先来看一个立体 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立体 如果z等于x平方y加上y平方 我们按求Dz 那我们根据我们刚才的定义 Dz是等于偏f偏x乘上dx加上偏f偏y乘上dy 那我们去算偏f偏x 偏f偏x 关于x的偏导数 2xy 偏f偏y是等于x平方加上2y 所以我们得到的Dz是等于偏f偏x 我们还是把这个公式写下来 Dz加上偏f偏yDz 它是等于2xyDz加上x平方加上2y 这是Dz 这是我们的权位分 那会来偏导数以后权位分的计算没什么特别的 好 那我们来看它的进球近似值 我们Z 或者说我们直接说fxy等于xy平方 求 我们说oproximate 近似的估计一下 f0.503 和y是1.004 那我们可以这么看 f0.503和1.004 1.004 我们可以看成是x0等于0.5 y0是1 我们可以写f0.505和1 再加上偏f偏x在0.505和1处的值 再乘上deltax 再加上deltax 再加上偏f偏y 这是0.505和1 在x0.505云处的值 再乘上deltay 这里的deltax deltax等于0.003 deltay等于0.004 f0.505 f0.505 x等于0.505 那这个就是0.505 y是等于1嘛 那我们看一下 偏f偏x 偏f偏x等于y的平方 偏f偏y是等于2xy 所以这里是y平方是1的平方 乘上deltax0.003 再加上偏f偏y 在x等于0.505 y等于1的话 这是1乘上0.004 所以这是等于0.505 加上0.003 再加上0.004 所以它的近似值是0.507 好 这是我们去求在这一点处的近似值 那这是我们 权威分和函数在一点处的近似值 它的求法 那我们是基本上 基本上是根据它可微分的定义去求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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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